八卦八卦我牵挂 有两个人的恩怨情仇 小编还真的牵挂了十几年 现在就让我们欢迎主演 范伟奇 张韶寒登场 他俩本是不冒唱片的师姐妹 范伟奇2000年以歌手出道 人气不高不低 晚他两年出道的张韶寒 一出道就接连拍了MVP情人 海豚弯猎人等人气偶像剧 火红程度碾压范范 为了师姐人气 胡茂开始买衣送衣的捆绑策略 张韶寒所到之处 除了范伟奇还是范伟奇 之后更合唱神曲《如果的事》 大大炒作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姊妹情 直到2008年张韶寒家丑事件大爆 亲妈不仅偷偷转移他的财产 还污蔑他气氧根吸毒 公司也没手下留情 给他来个合约纠纷 人气失业跌到谷底 而身为闺蜜的范伟奇 不仅没有出来替好友说话 被媒体追问时还来个风凉话 别人的合约与我合肝 好吧 看来这闺蜜情再也演不下去了 2010年经典的歌曲 配上经典的灵互动 2011年在微博说好友 前几年受过委屈 只是这位好朋友不正是这位吗 这对比起来细思极恐啊 张韶寒经历种种事件 到大陆重新发展 2017年与半尾七一骑上蒙面唱将时 曾说打死都不想尝试大白的造型 2018年靠着歌手在大陆火了一把 这恩怨就是又被挖了出来 韩粉与路人纷纷到范伟奇微博留言攻击 爱妻心切的黑人陈建州 看不下去发文护航 说自己很黑 范范很白 然后隔天张韶寒就要黑白狗别乱叫 请不要对号入座谢谢 对这件事范伟奇当时也苦笑表示 无聊的事就放下吧 再也不回应这些事 然而范伟奇想放下 网友却不肯放过他 隔年他因为一句有听过 偷跑梁静如离婚消息 受到网友强烈批判 年代著与张韶寒的事又被拿出来说 哎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当年的恩怨谁对谁错 各位客观还是别轻易下定论的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